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分享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原来有些树种在家门 反而会影响风水 甚至危及家人健康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秘这些晦气术 看看您家有没有重错数 以及如何化解不利影响 准备好了吗 我们这就开始这段奇妙的原意之旅 五种不值静家的晦气术 一 柏树 守木树的阴气 柏树虽然四季长青 寓意长寿 但它却不适合养在家里 为什么呢 这还得从古代习俗说起 我们的祖先常常在坟墓旁种柏树 认为它能守护侍者 久而久之 柏树就成了守木树的代名词 把这样一棵阴气十足的树种在家里 难免让人觉得不吉利 此外 柏树还有一些实际的缺点 它的叶片散发出特殊气味 长期纹可能影响食欲 更糟糕的是 柏树特别容易招虫子 比如柏叶和柏灰飞尸 这些小东西不仅会伤害树木 还可能飞到家里来 着实让人头疼 养花风水解析 从风水角度来看 柏树属阴 而家宅属阳 阴阳失衡 容易影响家人运势 如果您家已经种了柏树 不妨在树旁挂一些红色饰品 如红灯笼或红色风铃 以此综合柏树的阴气 另外 定期修剪也能减少柏树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 梧桐树 遮天蔽日的隐患 说起梧桐树 大家可能会想到梧桐饮凤凰 这句吉祥话 但是 这棵树真的适合种在家里吗 答案是否定的 梧桐树长得特别快 很快就会长得高大茂密 如果种在院子里 很容易遮挡阳光 让屋里变得阴暗潮湿 更严重的是 梧桐树的根系非常发达 它的根不断生长 可能会破坏房屋地基 甚至影响墙体结构 这可不是小事 关系到家人的安全呢 所以 梧桐树更适合种在公园 或者大马路上 而不是家门口 养花秘方 如果您特别喜欢梧桐树 不妨考虑种叉灾梧桐 选择矮生品种 控制胶水和施肥 就能让它保持 小巧玲珑的姿态 这样既能欣赏梧桐的美 又不会影响家居环境 可谓两全其美 三 柳树 飘续成灾的困扰 柳树阿挪多姿 确实很美 但是 杨柳依依的美景背后 隐藏着不少麻烦 首先柳树在风水学中 被视为漂浮不定的象征 可能会影响家庭财运 其次 柳树每年春天 都会大量释放柳絮 这些飘飞的絮状物 不仅会弄脏院子 还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想象一下 每到春天 一打开窗户 满屋子都是柳絮 这该有多烦人啊 特别是 对于有呼吸系统疾病 或者皮肤敏感的人来说 柳树简直就是噩梦 所以 柳树还是适合 种在河边或者公园里 让大家远远欣赏就好 养花风水解析 从风水学角度看 柳树属水 如果您家 住在干燥地区 适当种植一两棵柳树 其实可以调节环境 但要注意的是 柳树应该种在院子的东南方向 这样可以起到聚材的作用 如果担心柳树问题 可以选择不接续的柳树品种 如龙爪柳 或金丝垂柳 四 阳树 夜间惊魂的噩梦 阳树虽然是很常见的绿化树种 但它可不适合种在家里 俗话说 前不摘丧 后不摘柳 中间不摘鬼拍手 这里的鬼拍手就是指阳树 为什么叫鬼拍手呢 因为阳树的叶子在风中摆动时 会发出啪啪的声音 听起来就像有人在拍手 想象一下 深夜里突然听到拍手声 那感觉的多吓人啊 除此之外 阳树和柳树一样 也会飘散阳絮 这些小絮片不仅会弄脏院子 还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导致皮肤痒 过敏性鼻炎等症状 所以 阳树还是适合种在道路两旁 既能氯化环境 又能防风故土 养花秘方 如果您家附近有阳树 可以种些蛆虫植物来减少虫害 比如薄荷 茉莉或万寿菊 这些植物不仅能驱虫 还能为院子增添香气 另外 定期清扫院子 即使里落叶和阳树 也能大大改善居住环境 五 桑树 谐音不详的隐忧 说起桑树 大家可能会想到 桑鸡于堂这个词 但是 桑树其实不太适合种在家里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特别重视谐音文化 桑和桑同音 容易让人联想到不吉利的事情 虽然这听起来有点迷信 但是心里暗示的力量不可小啊 除了谐音问题 桑树还有一些实际的缺点 桑树的叶子很大 容易遮挡阳光 让物理变得阴暗 阳光不足 不仅影响心情 还可能导致室内湿气重 滋生菌 从风水角度来说 这样会导致阴气过重 影响家人运势 养花风水解析 如果您家已经种了桑树 不必过于担心 可以在桑树旁边 种些能招财奈福的植物 如富贵竹或金钱树 以此平衡风水 另外 定期修剪桑树的枝叶 保证充足的阳光进入室内 也是很好的办法 这些树木为何被视为晦气 说了这么多晦气术 您可能会问 为什么这些树会被认为不吉利呢 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 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的观念 某些树木因为特定的用途 或者谐音问题 就被贴上了不吉利的标签 比如百树常用作手木树 桑树和桑桐音 这些都让人觉得不吉利 第二 实际生活中的负面效应 有些树木虽然看起来很美 但确实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比如柳树和阳树的非絮问题 不仅会弄脏环境 还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梧桐树根系发达 可能破坏房屋地基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第三 风水学角度的解读 在传统风水学中 不同的植物被认为 具有不同的属性和能量 某些树木可能会影响家居的阴阳平衡 从而影响住户的运势 比如 一些树木被认为会聚集阴气 不利于家人的健康和事业发展 如何化解家中已有晦气术的不利影响 如果您家已经种了这些所谓的晦气术 也不用太过担心 有几个方法可以帮您化解可能的不利影响 第一 请教风水专家很重要 专业的风水师能根据您家的具体情况 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他们会考虑树木的位置 家居布局等多方面因素 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第二 调整树木位置有讲究 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考虑移植树木 比如 把树木移到院子的东南方向 所谓的种树 颇有些风水的韵味在里面 我们常说的 向前不栽桑 后不栽柳 院中不栽鬼拍手 这里面的桑树 柳树 以及鬼拍手的杨树 都不适合在院中种植 不过有些树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周围种上 对于家里的风水 会有很好的影响 甚至还能子孙六代吃喝不愁 下面给大家介绍 几种灵气重的树 一 石榴树 谈起石榴树 大家就一下子想到了 红红大大 而且甜甜蜜蜜的大石榴 咬上一口 别提多么美味了 满口甜甜之叶 让人不得不多吃几口 如果在院子栽上一棵石榴树 到了秋天 你也可以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常言道 五月流花红四火 到了石榴 开花季节 更是红红火火的 起初先是开出一两朵红红的花朵 挂在枝头随风摇曳 慢慢地 石榴花朵开满枝头 娇艳欲滴 红红火火 给盛夏带来一片生机和活力 到了秋天 果实挂满枝头 沉甸甸 红彤彤 恨不得早点吃上一口 更有诗云 五月流花照眼明 之间石剑子出城 石榴树不仅美 更寓意吉祥 一是寓意日子红红火火 生活甜甜蜜蜜 二是寓意家庭美满 多子多福 石榴花开的时候火红 熟了之后也是红彤彤的颜色 不仅如此 石榴熟了之后 裂开的石榴肉也是红色的 火红的颜色便寓意红红火火 从花到果实的颜色 完全符合这一美好的寓意 二 柿子树 其实大家在村里走一走 非常容易发现 许多家庭院落里 时常会看到柿子树伸出枝头 随风跳荡 柿子树也是家庭种植 比较常见的树种 春天发芽 叶片鲜嫩墨绿 油光发亮 涨湿喜人 夏天树叶茂盛 遮挡阳光 放个垫子躺在树下 清风徐徐 凉意阵阵 非常惬意 入秋之后 柿子也都金黄金光的 更是象征着富贵与奢华 到了品尝美食的时节 咬一口甜甜枝叶满嘴 更是回味无穷 即使到了冬天 树叶落尽 但枝头剩余的柿子 仍挂在枝头 金黄金黄的 别有一番情趣 有诗云墙头 累累柿子黄 人家秋获征登场 柿子不仅是美食 而且还美观 更重要的是 寓意美好 素有事事如意的美意 还有好事成双 四季平安 万事如意的寓意 金黄色的果实 挂在树上 这就代表着有余粮 在古代 家家有余粮 一直是古人的美好心愿 不管是柿子还是石榴 果实里边的子儿 都是比较多的 象征的也是多子多福 由此 这两种树 颇为世人所喜爱 除了这些之外 柿子树 还有事事顺心 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 这样的果树 怎么不让人喜欢 因此在南方一些古代的树院中 庭院内多会栽种上柿子树与石榴树 除了美好的寓意之外 这两种树木也确实对人类友好 三 银杏树 银杏树又被称为黄金树 这是由于每年秋天 叶子都会变黄 转而掉下一片片金黄色的树叶 而且在农村这种树木 还是比较常见的 由于其寿命长 生长速度慢 往往一棵银杏树 能够活几代人 颇有纪念意义 而且金黄的叶子片片散落 有种满院飘黄金的感觉 因此银杏树又叫富贵树 颇受老年人所喜爱 四 枣树 说到枣树 在人们生活中也很常见 尤其是在农村更是常见 它成了小伙伴们秋天的零食 承载着无数的回忆 春天来临的时候 就开出金黄金黄的小花花 密密麻麻 轻轻一闻 还散发着一股股甜甜的香味 到了夏季 接出了小小的枣子 那时候就有很多孩子 迫不及待地爬上树斋枣子吃 可是咬一口平淡无味 只能忍着馋嘴 慢慢等到秋天枣子红的时候 再来采摘 枣树在秋季就开始变成 红彤彤的一片 也有红红火火之意 但是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 才能吃到酸甜可口的枣子 诗云呼吟故香树 枣花色正心 枣树不仅可以观花 观果吃枣子 更重要的是寓意吉祥如意 大吉大利 俗话说得好 说枣树枣树 枣树人枣成才 表示枣日成人 出人头地 但更多的是枣与枣同音 有枣生贵子 子孙后代辈辈出人才 枣日发财之意 五 桂花树 摇枝天上桂花宫 试问嫦娥更要无 广寒宫曾生长的一棵桂树 而在现实中 人们也很爱在家里种上一棵桂树 它还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 即观赏 香化 生态 即宝剑等于一体 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喜爱 不仅色泽鲜艳 赏心悦目 更是相挑十里 沁人心脾 成为家庭种植的首选之一 诗云暗淡清黄 体性柔情书记 原址相留 人们对桂花的赞美之情不绝于耳 好评不断 桂花的种类繁多 我们常见的有金桂 月桂 银桂 丹桂等 中秋时节 桂花怒放 人们在院子里尽情享受这份花香 陶醉在美好的生活之中 当别人从家门前经过时 也会被浓郁的香味所陶醉 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享受着桂花带来的芳香 还有的用桂花来加工桂花糕 这也是一道难得的美食 除此之外 桂花酒也成为古人的最爱 每到酒开坛的时候 酒馆的门前总是络绎不绝 桂花并不仅仅是因为 清香可加工 被人们所喜爱 更多的还是因为它的贵 与贵子同音 贵又有富贵的寓意 代表着家里人能够人才辈出 辈辈有贵人相助 而且桂花树还有吉祥美好 还有家人相伴的美意 更有富贵荣华 早生贵子 还有住院考生重绑折贵 仕途平顺 飞黄腾达之兆 也是家庭种植不可多得的花卉树木 推荐的五款树木都非常适宜家庭院落种植 当然不仅仅包括这些 还有很多寓意大吉大利的树木 比如绿植类 招财树 幸福树等等花卉类 枝子花 月季花等等 还有果实类苹果树 橘子树 葡萄树等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农村 老人常常说 院中有五树 子孙一植父 不仅寓意大吉大利 更是美化家庭院落 其实所谓的风水好树 更多的是这些树的毒荫 果实颜色 以及其独特的特性 有着好的寓意 即便是种了这几种树 还是要努力奋斗 吃苦耐劳 子孙才能够一直富 不然 即便是将院子里面 种满了这几种树 也是没有用的 一切美好的寓意 无非都是锦上添花 如果想要富贵 唯有用双手与汗水 才是不二法门 其他皆是枉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